师父啊,就是我们给菩萨共香,如果哪一尊菩萨面前的香烧的比平时相比格外快或者是格外慢,有什么说法吗? 呃,没听懂 哦,就是我们不是给菩萨上香吗? 嗯,就是共菩萨的点的那种香,就是香比平时,就是烧的格外快,或者是比平时相比烧的比较慢 有什么说法吗? 应该呢,应该呢,这个呢,分两个部分去说 一个香的质量也会让你烧的快,烧的慢,明白吗? 它在,它在粘香的时候呢,它有种成分,各种成分在参合在一起的 就檀香啊,有一种叫,叫香,就是把香,香粉啊,和那个混合在一起的那种东西 啊,有点带粘性的,放在一起的,那放的多呢,有时候烧的就快,放的少了就烧的慢 这是一种,还有一种呢,如果真的是菩萨来的话呢,是的确会烧的比较快 如果菩萨不来的话呢,是比较烧的慢的,就是这样 哦,明白了,明白了 嗯,还有一种,师傅,就是香烧到半中间,就是看到香烧,烧着烧着,香就自己灭了,烧到一半 这有什么说法吗? 这跟刚才一样,要么就是香的质量有问题,有大块的,堵在当中的烧不下去 有大块的粉,粉状,粘连的粉状,那就烧不下去了 还有一种呢,可能是菩萨不开心了,或者护法神不开心,就让你知道 哦,是不是,师傅,或者是做了不如理如法的事情,也能出现这样的情况 嗯,一般的很少,那当然护法神不开心了,肯定你已经做了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了 嗯,明白明白明白 嗯,谢谢师傅,慈悲三世 下一个